大家好是白丁啊今天换录屏的话换了一个新的软件 呃然后啊说一下重点啊今天看到标题都知道了 我是直接就做一个事件订阅的房啊福利 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条件就说你要就说你要知道我邮箱 那有像你们点我的频道的话都能找得到就是我频道的那个就在我那个频道简介那边 另外呢是这样子啊说一下你们现在看到了就说啊一对一对不同的字体吗 那这些是一个手写签名的一个字体 那你们就说可邮件或微信发下你们的名字给我 比如说现在就是啊比如说你名字是这个破 那我随便打一个名字当然你可以加姓是加什么的那你会看到其实我现在就是这样子啊这里开下加数吧 好那很简单嘛那首先你看到我我已经把这些就是字体已经啊复制出来了那复制出来以后吧那 那肝比的首先先说一下肝比的一个观众的话就很简单的嘛 你们看一个喜欢的字体对吧肝比不是单单可以拿来念字的也可以去啊设计一个自己喜欢的签名那这个签名你们可以看上面的一个字体抽取哪一个喜欢的 然后你们可以就说跟我讲说比如说我现在我可以这样子 比如说你喜欢的是这个对吧嗯然后呢我会这样给你弄一份稿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打印那你可以自己去念一个好这是陆平软件 好就你可我会这样子最后给你一张就你选完以后我给你这样子一张的一个签名给完这个签名以后你可自己去打印出来然后自己去练一下一个需要的一个字体这样子那软件那边呢是怎么样软件那边的一个观众的话就也很简单你们就说玩的东西可能也比较多那比如说我现在要的 这个是这两个签名好吧当然了如果刚比玩家的话像这些地方有些连的有些没有连的那你们说就说有些比如说像这里我想连的这个要靠你们自己去练习就说写到一个你们适合你们自己一个书写习惯然后呢这样子啊回去软件那边不好意思讲的有点跳因为也是临时想到的一个一个东西这样子 然后我导出一下 好导出好那这时候导成了一个JPGN键嘛然后放到这里面以后软件的玩家可能能玩的东西会比较多那 那比如说我现在就说把需要的部分先给提出软件的部分的话就是你们可去干根据自己一个需求嘛啊去就是说选择自己喜欢的部分然后再进行组合然后这样子的话去然后再像刚刚那样子你如果会用软件的话我相信你们自己弄一份稿都没什么大问题这样子你们如果是说想哪那个原文件的话我也可以直接给你们这个没有问题啊 因为这个说就一个福利嘛就是很感谢大家一个支持那软件我可我们可能是说啊我们这样子弄完一下啊就OK了那记得就说把你们那个名字发给我我就给你们弄这样子那如果是那个干笔的我就直接给你们弄一份稿那这样子的话你们干笔有多一个用处而且多一个东西给你们玩可以玩自己的签名啊什么的软件也是一样对那就很简短的 这样子一个是签订的回馈然后别的也啊没什么啊也也想不到说什么这样子那如果是说想要Q&A的话因为我观众也不是很多我就如果是有的我会把问题先留下来然后以后再做对好那一个今天就到这里那一个谢谢大家